大家好,我是子安 现在正在泰国青内 昨天在机场碰到了一个女孩 晚上的时候她没有地方住 我就跟她开了一个宾馆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原本是想打算请她一起吃饭 没想到她一大早就把房退了 现在人的话消失了 看来这个钱白花了 现在我们准备前往泰国长颈村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3号 我现在正在泰国北部长颈部落 这边的妇女她们以脖子长为美 所以说她们会在脖子上面戴铜环 这位奶奶的话她在脖子上面戴了28圈 这个铜环重打10斤 她们原本是住在缅甸 因为在那逃到了泰国 她们住在村里面 村的话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外面这个部分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村民 搭着一些草棚 在这里卖这些工艺品咖啡啥的 她们住在里面 这边外面是泰国当地的村民 在这里买票才能进去参观 哈喽 多少钱 一个300 一个300 300块钱 OK 一个人 然后我们从这里进去参观 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住着长颈村的村民 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长颈村的村民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个居民 住了多少人 很多 500人有没有 更多 比500人还要多 他们这500个人 就整体来说住在这个区域 给他看一下 他们是以难民的身份在这里 他们是没有泰国的身份的 他们也是不能离开这个地方的 如果离开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被遣返回国 这地方并不大 大概也就三某地到五某地左右 你是多少岁来到这里的 二十年了 你来这里二十年了 也就是你四岁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那你今年多少岁 二十四 你叫什么名字 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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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结婚了没有 还没有 那你有男朋友没有 没有 没有男朋友 想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们在这里主要靠什么挣钱 一般卖东西 卖东西是吧 卖这些工艺品 有一部分的围巾的话 是他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他们要带二十八圈 把脖子内的很长 因为这样的话会比较漂亮 是吗 对 这个铜圈一共有二十八层 是这个女孩子原本要带的东西 但是她觉得太重了 带不了 她就带了一个短一点的 你现在带的是多少层啊 十六层 十六层是吧 这个二十八层的你 为什么不带 这个阿姨能来不要带 阿姨能来 就觉得太累了 这一共的话 大概有十斤重 我一个手提的话都会很累 他们要一直带在脖子上面 会很辛苦 累不累 习惯了 因为这个地方 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游客来参观 所以说他们制作了很多的工艺品 就是让我们游客来体验一下 带这个铜环的感受 她只是做了一半 现在让美女给我带一下 OK 看一下带上这个铜环之后 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要哭在这个脖子上面 我给她哭上去之后 就感觉这个脖子被勒住了 这个是多少层的 十六圈的 这个是十六圈的 那得给我记一下吧 他们这边的女孩子要带二十八圈 所以说很难想象 二十八圈的话就是比我这个还要长 大概这么高知道吧 这个女孩子的话 可能是说她带不了这个二十八的 她现在带的也跟我一样只有十六的 这个同学带了之后 我感觉说话都有一点别扭 因为她低头的话就有点麻烦 然后抬头的话 可能也会受阻 眼上为什么要抹这个黄色的粉 为什么 保护好像化妆而已的 就化妆漂亮 这样而已的 这是什么粉 能告诉我吗 我们叫Tanaka Tanaka 这是这个女孩子拍的也是光 我们可以看到戴这个铜圈 并不能让脖子变得更长 她只是把这个内骨看到没有 内骨的话原本是这样横过来的 她把内骨搞得变形了 看到没有 你看就直接弱下去了 所以说戴这个圈的话还是非常的痛苦 就跟咱们中国以前裹脚女生一样 现在的话一天能买多少 像这些东西的话 每天不一样 每天不一样 今天卖了多少钱 三四五百 三四五百太足是吧 能挣多少钱 两百三百 哦就能挣一半 支持她一下 但是这边的话 这些产品我都没有需要的 就给点小费你吧 OK 没事 OK 来 三个 三个 他们生活在里面是不能随便出去的 他们出去的话是定时定点 有专人 开着摩托车出去 然后购买平时所需的生活用品 这是他们生活的这些生活垃圾 现在有这个女孩子把她带出去扔掉 他们出去的话 一天的话只有几个人才能出去 必须要申请 在前面那个地方去登记 不然的话是不能出去的 在长津村的村民 五岁开始就要带这个同环了 在我旁边的这个小女孩 今年六岁 这个同环的话就是十二成 他们每三年到四年就会增加 一直增加到二十八成的时候才会停止 然后等她去世的时候 这个同环才能取 刚刚询问了奶奶 他们长颈族为什么会带这个同环 奶奶说他们这个民族 还是部落的时期的时候 他们部落长为了防止他们部落里面的 妇女被其他部落的人掠走 所以说在脖子上面带这个同环 这样的话 其他不多人看进来就会害怕 从而不敢抢夺他们部落的女生 给她看一下这个奶奶的话 不仅是脖子上面带有这个同环 她这个腿上面也带了有这个同环 手上带的也有 奶奶是从五岁开始带这个同环 她现在目前已经带了55年了 他们这一辈子是不能取的 只有去世的时候才能把这个同环取下来 现在奶奶的话 她也是不能离开这个同圈了 如果把这个同圈取下来的话 她的脖子是非常容易断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脖子正常的长度只有这么长 奶奶的脖子大概是我的两到三倍的长度 我们可以看到奶奶带着这个同环 并不是很舒服 她说她的脖子下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勒痕 大家看到没有 这都是勒出来的这个伤 看到了奶奶带这个同环 就想起了我们古代的时候 我们女人勒小脚一样 给点小费吧 OK 奶奶的脖子它是不能动的 它如果大幅度的运动的话 这个脖子它会断掉 碰到了上次见到的米娜小姐姐 你现在结婚了 上次过来她还没结婚 现在都结婚了 真的漂亮的女孩子都被别人跳走了 现在你好像怀孕了是吧 对 祝你那个早的贵子 OK 支持一下这个小姐姐 买一个这个手链 这个多少钱一个 100块钱 100块钱的话就相当于人民币是20块钱 OK 来100 OK 没事没事 他们长径主在这里是没有地的 也不允许种地 唯一的收入就靠游客打扫 但是为了生活 他们在这里把这个戒备推倒了 看到没有 他们是不允许走出这个戒备的 走出去之后就会被遣返回缅甸 但是推倒之后就在这里种这个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菜的话 就这么一块小地 它是两户人家的 中间这里是分开的 一边一户人家 他们每一户的话 差不多只有两个平方的地 看到没有 这划分的还是很均匀的 你看这里属于一户人家 下面属于一户人家 这里属于一户人家 我们走过这个界线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地的话 是属于他们泰国当地老百姓的地 一片荒芜 全是杂草 现在他们场景主开饭了 看看他们吃的啥 他们吃的有粉条 还有大米饭和鸡蛋 他们这边想吃青菜的话 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 只有过节或者重大的日子才会吃 他们房屋后面是他们的卫生间 洗澡间 给大家参观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洗澡间里面的一个设施 这里的话是有个蹲坑 旁边的话它有一个水桶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洗澡的话 就拿着冷水往身上淋 他们这边气温比较高 洗澡一般都是用的冷水 前面是他们摆摊挣生活费的地方 这个小女孩的话 今年八岁 长得还是挺漂亮的 他们住在后面 看到没有 后面这个茅草屋 就是他们的住所 给大家参观一下 这个小女孩的家 已经得到他们的家属的同意了 他晚上的话是睡在这里的 跟他弟弟一起睡 这边的话是睡着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还在睡觉 他们这边男生的话是没有工作的 他们也找不到工作 所以说他们基本上靠女孩养活 哈喽 这是他的哥哥 才在这玩游戏 给点小肥小女孩吧 OK 今天的话呢 长颈族部落就带大家参观完了 很多人想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它是位于缅甸老挝泰国交汇处 就是我们常说的金山脚区域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搜索长颈族部落 搜到的地址就是这里 最后问大家一下 大家想过来体验这个长颈部落的原始生活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外围的这些房子 它是泰国的当地的一些村民的房子 他们主要的在这里生活呢 也是说靠卖这些工艺品 第二点的话呢 也就是看着这个长颈部落 免得他们逃离这个地方 如果走出去之后呢 他们就会向当地的警方举报